泰学大师开创了西方教育模式的佛学院 然而随着大环境的变迁 传统的佛学院也显得方便不足 佛陀开悟的识相真理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佛法的流传方式和教化方便 则需要不断的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调整或改变 其实台湾的现在各佛学院也都是人数很少 所以说我那时候来到这边 这个地方我们说实在要聚众 我也观察到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现在最容易的就是网络 所以说实体上的住在这里的人虽然不多 可是很多佛教界的人都知道 慧前法师现在在办一个 庙学佛教空中大学 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长老 他看到我第一句话说 你现在学校怎么样 我有时候很难去跟他们解释 因为长老传统的观念都是 你们是没有多少人 这些长老的观念大部分是这样 你现在有多少人 你们学校现在有多少人 就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 可是在网络上你到底 当然是可以看到有多少人 浏览过这样子 然后但是其实就是说 很多的东西它随着时代 也在改变当中 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觉得说 这个地方要接引人 有时候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 那最我们说 以花的成本最少的就是网络 我现在你看吧 现在你po什么 直播什么 根本都不用花钱 只要花每个月499 499就有了 所以说 但是像比如说我跟法杖法师 当时我在跟他讨论空中大学问题 他说他其实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在注意网络红法的事情 太虚大师开创了西方教育模式的佛学院 成为佛教培养身材 及续佛会命的主流 传统的佛学院乃至丛林制度 在整个大环境巨变的今日 也显得涉受方便不足 十方新闻记者 莱姨荣桃园采访报道